大家好,我是阿健,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用白菜豆腐分享一道超好吃的美食 简单一做,比肉还要受欢迎 出锅,家人抢着吃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我们来准备三块豆腐 花了我两块钱 先改刀,切成三角厚片 切好以后,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三个正宗的母鸡蛋 一个一个的给它打入碗中 用筷子快速的搅散 稍微多给它搅拌几下 搅成像这种细腻的状态就可以 再均匀的把蛋液浇在豆腐上面 让豆腐均匀的裹上蛋液 锅中加入少许的油 油热以后,我们下入豆腐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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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煎至两面青黄酥脆 像视频中这个样子就可以 然后给它盛出来备用 这时候我们再来切点配料 几个蒜子切成蒜片 一小块生姜先切薄片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一小把葱 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先将葱白切成葱末 再将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两个线椒 给它切成斜圈 喜欢吃辣的 咱们可以用小米椒 切好同样放入盘中备用 这时候我们再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一小勺盐 一小勺白糖 两小勺黄豆酱 适量的生抽 再倒入小半碗的清水 用勺子将调料 给它搅匀化开 提前调个料汁 这样我们炒菜的时候 才不会手忙搅乱 砂锅中加入少许的香油 接着我们下葱 姜 蒜 小米辣 开小火 给它煸炒出香味 炒香后 再放入洗干净的白菜叶 再铺上煎好的豆腐 把调好的料汁全部给倒进来 稍微给它整理一下 再盖上盖子 煮开以后 给它炖五分钟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 哇 真的是太香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我们再撒上点葱花 就可以了 一道美味的白菜豆腐包 就制作完成了 这样做的白菜豆腐包 营养丰富 香味浓郁 豆腐煎过之后 吃着特别的香 而且稀足的料汁 充分的入味 白菜叶也是稀足的汤汁 特别的入味好吃 天冷的时候 给家人做上一锅 软心又软味 吃着特别的舒服 如果你也喜欢 那么赶紧点赞收藏起来 给家人做起来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什么呢 保留的 牙齿晒太阳 焦烟 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